这个时候我们对项目进行的修改 都只会影响到这个Mobile Feature这个分质 下面我们可以去修改一下 打开index.html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再去粘贴几行代码过来 这几行代码的作用就是针对移动设备 添加了一些快捷的图标 比如用户用苹果的移动设备打开这个项目的时候 选择添加到桌面 在这里面指定的就是不同尺寸的一个桌面的图标 保存一下 另外还需要一些图像的文件 我们可以在这里找到它 然后放在这个项目里面 在这里再去新建一个目录叫做img 再把这个目录放在这个目录的下面 然后我们可以再回到终端工具 输入git status 看一下现在的状态 然后我们再去做一下提交 用git add加上一个点 把所有的修改都添加到暂存区 再去提交一下 用git commit加上一个提交的一个描述的信息 为index.html 添加移动设备 快捷图标 提交以后再去查看一下现在的一个提交的日志 就是git log加上一个one line的一个选项 这里是两个横线 我们现在是在mobile feature这个分支的上面 那么最后一次提交就是这个为index.html 添加了移动设备的快捷图标 现在我们是在mobile feature这个分支的上面 那么最后一次提交就是这个为index.html 添加移动设备快捷图标 那么它的下一个提交就是这个revert 添加了bootstrap架构 这个提交就是在创建mobile feature这个分支之前的一个提交 这里我们可以再用一个decorate这个选项去显示的 让它更详细一点 git log 加上一个one line 后面再加上一个decorate 那么你会看到当前的head指针 是在添加移动设备快捷图标这个提交的上面 这个提交是在mobile feature这个分支上面去做的 master最后一次提交就是这个aabc0这个提交 也就是这个revert添加了bootstrap架构这个提交 下面我们可以再切换到master这个分支的上面去看一下 这里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在切换的时候项目的一个变化 这里你可以注意一下这个项目的index.html这个文件 还有这个mg这个目录的一个变化 git checkout 后面加上master一个分支的名称主分支 你会发现在mobile feature这个分支上面所做的修改就已经不见了 index.html文件又会恢复成了最后一次在master这个分支上面的一个提交的样子 这个mg这个目录也已经不在了 那么因为这些修改都是在mobile feature这个分支上面去做的 所以不会影响到master这个分支 我们可以再去查看一下提交的日志 在master这个分支上head指针是在revert添加了bootstrap架构这个提交的上面 在这个gitlog后面我们再加上一个all 这样会显示在所有的分支上面的提交 我们可以先清空一下屏幕 然后再去执行一下它 这里你会看到这个提交的日志里面会包含在mobile feature这个分支上面做的那次提交 就可以了